可能会除了这种缘分 除了这种契机 更重要的我觉得是眼睛 我觉得目光的交汇 一定胜过世界上任何的利益和缘分 而这个目光 比如讲两人同时看穿百年 他在做事的时候 两个人的默契和缘分 就会能够在一点上 特别深入的一点上 他俩能够融合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看一百年 一个人他就看一年 有好多我觉得很多的朋友 他确实就是看一年 这事里边有没有我的利益 没有我的利益 我转筹就走了 那么一个电影的话 比如讲十几年才能拍 这个导演还一定要把它拍出来 他肯定绝对不会是因为朋友之间的 而且不会因为朋友之间的利益 他一定的话看得跟朋友是一样长的 2012年 电影《1942》的上映 再次把刘振云和冯小刚 这对老搭档带进了大家的视野中 除了2003年的电影《手机》 两人的第一次合作 要追逐到早期的电视剧《一地鸡毛》 两位最初认识的时候 据说是王硕介绍的 那是什么时候 90年代初吧 93年吧 那个时候震云的电视连续剧《一地鸡毛》 他自己写的本子 王硕就推荐震云推荐我 说把我们俩介绍认识 我看了《一地鸡毛》 我就说太棒了 我跟王硕说这个剧本一个字都不用看 就可以拍了 我整个拍的过程中 我真是完全按照他写的那个东西弄的 特别的生动 特别的深刻 特别的细腻 《一地鸡毛》是冯小刚 及北京人在纽约情商 永世我爱后的第四部影视作品 也是冯小刚在电影《甲方乙方》之前 最为观众熟知的作品之一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 冯小刚和刘振云的《温故1942》 第一次相遇了 王硕有一天下午 我们俩人住在一和园 住在一个西乡房里头 中间一个堂屋 里边一个卧室 他从那边睡完午觉走过来 扔到手里一本书 郑云写的一篇一个中片 《蒙古1942》 调查体的 本身《一地鸡毛》我非常喜欢 我在看了这个《1942》 我对这个郑云非常的崇拜 就这根算扎下了 扎下了 由此开始了我和郑云的这么一种交往 隔年在《1994》 在这个京风宾馆开一个大会 我就说这个小说在我心里头翻腾了 看完了翻腾了这么长时间 郑云我特别想把他拍成电影 在我跟他说这话的时候 我还没有拍过任何一部电影 那么郑云说让我再想想 不着急 这之后我和他还有王硕 还有梁左 我们四个经常在一块剧 包个饺子凑几个凉菜 说上一页的醉话 这每次剧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提起来 就是说这个东西能拍成电影多好 老刘也是没有时间过这话 全是虚着说 所以直到2000年的这个过年的一个晚上 郑云来了 我们俩人喝完酒 吃完了饺子 郑云说 我今天来是想郑重的跟兄长说 我把温古1942托付给你了 我说那必须得是你来写这剧本 他说此事我愿意 与兄长共进退 这就上了这条1942的路 所以日后 我相信这个郑云最终也会把这样的一种周折 他的荒诞性也足够支撑一部小说的 但是能不能说说这个第一次合作 甚至是第一次见面小刚给你留下来的印象 那个时候的话 就是像那个小刚的话 那就是也都是刚三十出头 小冯 小冯和小刘 小玩 刘振云和冯小刚都是1958年生人 刘振云是河南省延津县人 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当国兵 做过中学教师 在农民日报工作过 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 1987年后 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过《塔铺》 《新兵连》 《官场》 《遗地鸡毛》 《文故1942》等作品 引起了很大关注和反响 冯小刚出生在北京 做过舞美设计 参过军 1985年 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 做美工师 先后在《凯旋在子业》 冰衣警察中 担任美术设计 1992年 与郑小龙合作剧本 《大萨把》 并一起联合导演了电视剧 《北京人在纽约》 小刚那个时候 颇有些文艺缝 文艺青年 现在的话 你看他戴围巾 那个时候 他特别爱戴一个什么 画一个牌子 牌子的话 是下面写着 北京电视台艺术中心 走到哪都画了 就跟学生戴校徽似的 是一种身份的标志 另外的话 就是走路很快 还有一个特点的话 就是他爱张罗 就是爱把几个人张罗到一块 然后一块吃饭 喝酒 在整个喝酒的过程中的话 他爱把气氛不断地调起来 比如说他张罗的人 就是来路特别不明 有时候是几路人马凑到一块 比如说张罗张罗 场面就有点乱 那样的场合的话 现在想起来也二十多年了 那个时候 常在一起的 有那个小冯 小王 小刘 还有一个已经 比较我们的多年的两姐先生 三个小子辈的话 都共同分称了 当时两个先生为梁老 梁老的话 架子非常大 然后的话 比如说明天晚上 和大家一块喝个酒 然后的话 这个时候会让小冯 给梁老打一电话 这梁老就会挑铃 说明天吃饭 你今天这才请我 这能叫请吗 这叫低流 这叫叫 不是叫叫 叫低流 这个时候王硕会抢着电话 你爱来不来 然后第二天的话 他一定是更早到的一个人 而且当时会基本上都是在冯老的家里面 然后会张罗几个凉菜 然后会包个饺子 那个时候我看酒量都可以 那时候酒量小冯是比较大的吧 他酒量大不大 反正胆子很大 一般小冯的话 半个小时之后 一般都是嗨的 这场面还是很好 怀念的 我最近的访问 每位主持人看完了电影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当然都会问 小刚你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 你为什么喜欢他这个小说 我要说的理由有特别多 但是我觉得 最让我相信的一个理由 是我和振云有一个缘分 我和这个 我作为导演和1942 这个电影有一个缘分 我觉得这个是最有说服力的 这个最没说服力 因为缘分这个事 恰恰是什么都说不清的 听我说 比如说我经常遇到很多演员 还有一些是很成功的演员 明星 遇到了时候呢 这个聚会上 小刚咱俩得合作一回啊 好好好 这是第一回吧 隔年又遇上了 合作啊 一定合作 找也合适的 又隔年又遇到了 十年下来 开始变成什么呀 这个演员见着我 得不说了 估计咱俩是没戏了 我再说我都贫了 你为什么和这个演员合作 他真是一缘分 你说这么熟的熟人 年年见面 按说应该考虑用这个 但是王宝强不认识吧 怎么就用了王宝强了 我确实他就是一个缘分 如果说啊 他把这事用一个这么虚头八脑的缘分来归结的话 震云能不能够说说说的更透彻一点 我觉得缘分的话呢 它会是一种缘起 同时通过王硕 或是通过其他人 跟小刚认识的人也很多 就是讲的话 小刚直接认识的人也很多 为什么的话 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 他就一块成为朋友的话呢 就走的时间比较长 我觉得的话呢 可能会除了这种缘分呢 除了这种契机啊 更重要的我觉得是眼睛 我觉得目光的交汇 一定胜过世界上任何的利益和缘分 而这个目光 比如讲俩人能同时看穿百年 他在做事的时候 两个人的默契和缘分 就会能够在一点上 特别深入的一点上 他俩能够融合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看一百年 一个人他就看一年 有好多 我觉得很多的朋友的话 他确实就是看一年 就这事里边有没有我的利益 没有我的利益 我转筹就走了 那么一个电影的话呢 比如说叫十几年才能拍 这个导演还一定要把它拍出来 他肯定绝对不会是因为朋友之间的 而且不会因为朋友之间的利益 他一定的话呢 看得跟朋友是一样长 我明白了 就是您说的这种缘分和这种目光 不仅仅是彼此相对的 而是说大家都能够看到未来的某一个点 在那个点上 大家的目光是交汇的 而且他看到的那个未来的长远度是一样的 能够长远做朋友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吧 是这个人的那种目光是最大的